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我跟仰光福德家 我们在努力的事情 先简单自我介绍 我常常会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社会学的学者 但很多人就非常好奇 那为什么你在做社会学的研究 现在你却投入一个绿能的产业 那我想这也回到 今天各位坐在这边 我想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 或是能源转型 我们常常会思考这件事情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或是我怎么采取行动 那我接下来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我从我自己出发 那从我的学术 包含到我现在投入创业这段历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出改变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我的背景是社会学 但是我的博士论文 基本上是从科技与社会的研究领域 去关注台湾太阳光电的一个 在地使用的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提悟 就是当我们社会学关心的是人 怎么样让人的未来 可以更好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当代社会不能避免 无所不在的科技 今天如果我把所谓的 所有的科技产品技术通通拿开 我们身上会剩下什么呢 可能什么都不剩了 这就是我们人类在当代生活 必然要存在非常非常多的 科技的一个氛围 或是一个场域里面 那这也是我开始关注到 那当代社会生活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领域 就是能源 我今天如果把能源 或是把电力关掉 我想今天我们这一场论坛 就可能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能源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议题 但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呢 当我开始展开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 我开始去关注台湾太阳光电的发展 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我参与了一个跨领域的研究计划 它是研究未来的住家 未来的房子 有非常非常多的高科技的产品 有远距的医疗的设施 有很多监控的设备 但是也告诉我们未来的住宅 它是越来越耗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底下 我开始关注我们每天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跟电力跟能源的关系 如何可以更好 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简单来讲我的论文关注的就是 台湾太阳光电的在地使用 以及民众参与的经验跟困难 当我完成了这个论文之后 我的结论就是 台湾太阳光电在地不使用 民众也不参与 这是我看到的社会问题 这回到 那作为一个研究者 当我发现了问题之后 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于是在2015年我完成了论文之后 我做了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我跟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在2015年成立了阳光福特加 那阳光福特加其实是一个 以推动绿能普及化为目标的一个公司 但我们秉持的是社会企业的精神 我们要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并且用创新 并且有创意的商业模式 来解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阳光福特加是台湾第一个 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 全民电厂的参与的平台 那我们在2015年成立公司 2016年推出我们这样的一个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简单支持 台湾能源转型的一个行动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的模式跟使命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很简单的在环境行动中 找到经济价值 这告诉我们 过去我们想象的环保行动 你可能会觉得 哇 我是不是要节电 关灯 爬楼梯等等 好像要过着苦行僧的生活 但阳光福特加希望告诉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在绿能的一个环境行动 去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并且由所有的参与者可以共享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们透过平台提供多元的一个参与模式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简单的参与能源转型 那包含民众如果你家有屋顶 你就可以做屋顶人 你有资金的能力 你可以小额的出资或是小额的捐款 你都可以支持台湾的能源的发展 以下我会分别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首先提供屋顶就是 其实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闲置屋顶的空间 它是没有被使用的 只是过去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自己可以提供屋顶出来 作为参与绿能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去号召所有的民众 你去把你家的屋顶提供出来 你就可以不用出钱 就可以去获得未来受电收益的一个部分 去作为你提供屋顶的一个租金收益 那对很多屋主来讲 它有更大的好处是屋顶降温 像我常常去南部演讲 其实常常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回馈 我被反问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家顶楼不能住人 那我就说那可以住谁呢 他说这个只能住神明 因为顶楼太热了 所以其实装了太阳能之后 它不仅可以获得租金的收益 它还可以有顶楼降温的一个附加的效果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更多的民众 可以透过提供屋顶方式来参与 那再来就是绿意共享 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去用公民电厂这样的概念 去提出这样的参与模式 过去一座太阳能电厂 它的资金可能门槛很高 可能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很多民众就没有办法参与 所以在我研究过程中 我也观察到大部分能参与的 都是有资金能力的企业 那民众想要参与的话 我们就透过一个很有创意的参与的模式 我们让每一个人 你只要买一片太阳能板这样的金额 在阳光福德家的平台上 你可能只要一万五左右的一个平均的价格 你就可以跟其他的参与者去共享 未来这座电厂的一个收益 那在现在的平台的商业模式上 我们是立即在政府的再生能源的 所以当我们一起出钱 盖了一座电厂 我们就把电卖给公用电力公司 那未来二十年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 一个受电的收益的回馈 那只是过去民众 在参与门槛太高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来共享这样的一个绿能的好处 那阳光福德家让这件事变简单 那可是呢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但事实上推动起来非常不容易 因为大部分的民众对所谓的再生能源的政策并不了解 他也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绿能的收益 经济效益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从第一个阳光福德家的全民电厂 我们其实做了一些努力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座 这样的一个全民出资的公民电厂在台南 我们叫它淡载一号 各位可以猜一下为什么叫淡载一号吗 因为台南有好吃的淡载面 对局长答对了 淡载一号它就是一个民众出租他的屋顶给我们 那上面是44片太阳能板 总共11.44千瓦 一片是一万五左右的金额 那我们透过跟祖父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共同的倡议 那在这里其实他们就用 祖父联盟就透过基金会的主体购买了其中的20片 跟我们一起去让第一个案场可以真的去实现出来 那慢慢的我们就透过跟民间团体的一起共同参与努力 那像这个也是祖父联盟在2016年买了另外一个苗栗油桶3号 他又买了10片 2016年祖父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买了30片太阳能板 透过阳光幅的家 因为那年他们成立30周年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跟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参与行动 我们一起去实现的是 这是他们去参访 觉得棋子很开心的说 这些太阳能板都是我们的 那事实上这30片太阳能板的收益又回过头来支持菲尼组织 在推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 可以去卷动跟说服更多的社区民众去参与 我们可以去举办更多的能源教育的活动 让更多的人可以更了解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支持能源转型的力量 那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公民参与的力量 其实我们从第一个专案只有11k瓦 到2018年其实我们单一岸场最大规模是 淡载6号 它的规模就大 单一电厂就接近500k瓦 1600多片太阳能板 那这个岸场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么大的规模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375位民众的出资的参与 那这个专案我们大概卖了两个多月 真的把它销售完毕 我们非常的感动 但是更让我们感动的是 随着我们从0到1 从1到100 其实我们在去年再次推出了 差不多规模的一个公民电厂 在嘉义 我们叫阿里14号 这座电厂也将近500k瓦 上面有1500多片太阳能板 这一次有200多位民众参与 可是各位可以想象 这么大的一座电厂 我们这次的销售的时间只花了两分半钟 所以很多人说阳光福德家真的是秒杀的状态 但是我相信它反映的是台湾民间有很大的一个参与的动能的存在 只是阳光福德家召唤起了这一群人的行动 让我们可以一起促进更多公民电厂的发生 那这是我们在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专案 我们就会把所有电厂的资讯在平台上面很清楚的呈现 包含我们各位出制完成之后的所有的电厂的建制 维运管理等等工作 都会透过阳光福德家的专业团队去协助 那民众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监控设备 是可以看到你的那一片太阳能板的发电表现 所以现在我们还绑定了LINE的一个推波 所以你透过你的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到 你的太阳能板正在好好的帮你赚钱发电 那从2016到现在我们已经累积完成 在全台湾包含里岛澎湖都有我们的全民电厂 那已经累积完成了超过200座的这样的一个 透过民众的力量完成的公民电厂的专案 更重要的是这里面有超过2万位的民众 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支持 那我们的累积设置量已经超过 其实这个数字还要再更新 可能已经接近10MW的一个规模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相信的是 台湾社会有很大的一个动能 我们可以透过群众参与去创造击沙城塔的力量 而这样的过程在能源转型的过程 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就是我们的参与者其实非常的多元 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为了环保 他告诉我们经济收益是附加价值 但也有一些人他告诉我们 这太阳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绿色商品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济的收益的来源 但也有更多是爸爸妈妈 他会帮小朋友去购买一片太阳能板 作为他20年后的成年礼 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一个让人很感动的话 过去我们帮小朋友储蓄存款 你可能就是帮他存钱 可是我们现在帮他存下一片太阳能板 你不是只帮他存下金额 而是帮他存下了更永续 跟对环境友善的一个未来 这是我们觉得阳光福和家 因为更多人的参与 而我们看到更多的行动价值 那这是我们的参与者给我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他说以前天气很热 太阳很大的时候 他心情不太好 因为不舒服 可是自从他参与了阳光福和家之后 他买了一片太阳能板 他说现在太阳很大的那一天 他心情特别好 为什么 他说他知道他的太阳能板 正在某个地方 帮他努力地发电赚钱 爱护地球 所以他那天走路出门 就是你知道走路有风面带微笑 因为那种我们跟能源跟环境 甚至我们跟太阳的距离 都已经非常的紧密了 那事实上 阳光福和家在推动的过程中 一如我一开始提到的 从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关怀点 其实我在意的是 我希望在能源转型的过程 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 能源转型过程 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能源不平等 或是我们是不是会遗漏了一些 能源弱势的一些处境跟需求 那这也是阳光福和家 透过绿能供应模式 希望能够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 如同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模式是一模一样 我们去寻找更多的资金的来源 来自于更多人的支持跟行动 而绿能供应模式 我们的资金来源 就是来自于企业的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赞助 以及民众的小额爱心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爱心资源 募集起来 然后盖一座太阳能电厂 用来帮助台湾的弱势团体 社福单位 让他们也得到跟参与 跟共享这样的绿能的收益 那对很多社福单位来讲 这样的一个透过再生能源的一个政策 它可以带来一个 可能是20年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持 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企业或是民众的爱心 也可以被放大1.6到1.8倍 那还可以持续永续的来帮助 这样的一个弱势团体 那在这几年 我们已经陆续完成了很多这样的公益模式 其实今年的疫情就让我真的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绿能供应模式 真的能够帮助到社福团体 或是弱势单位 解决他们捐款不稳定的问题 像今年疫情捐款可能是陡坡的下降 可是这时候 我们过去帮助过的社福单位就告诉我们 他们很开心的是有太阳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得到 源源不绝的捐款的进来 那其实这件过程也非常不容易 一如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 从零到一是我认为创业过程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的第一个公益专案在桃园的国际儿童村 我们就帮儿童村的小朋友们募一个5K网 真的很小 可是我们很感动的是 在我们默默无名的时候 真的有37笔的小儿民众爱心捐款进来 帮我们完成 那在2016年我们还完成了另外一个 跟地方政府合作的公益专案 我们跟屏东县政府 他们非常认同我们的公益的一个理念 所以透过社会处直接帮我们找到了屏东胜利之家 它是一个照顾发展痴缓孩子的机构 我们帮它做6K网 各位可以看到 2016 5K网 6K网真的很小 但是我们开始实现了这件事情 在2017年就开始有企业看到我们 所以我们有了第一个富邦集团 直接透过企业CSR赞助的一个公益专案 帮助宜兰怀哲富康之家 那再来就是2017年开始 我们每一年都跟台湾大哥大发起一个 叫重福店的绿能工益的倡议 它不仅结合企业的CSR的赞助 也结合了我们共同对民众去号召去捐款 那我们从2017到现在到去年 已经完成了三个重福店的专案 其实我们的规模就从100K网 可以增加到168K网 是一个最大规模的帮助桃园真善美基金会 那光是重福店的专案 我们就可以看到6000多笔的民众小爱心 跟着我们一起 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更有社会价值的一个绿能行动 那其实后来到2018年 我们还完成了一个不同的模式 去帮助圣嘉明长照中心 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前面谈的 这样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经济效益 都来自于顿售政策 可是在圣嘉明因为它没有办法顿售 所以我们帮它做一个自发自用 结合再生能源凭证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们这一座太阳能电厂 由花旗银行赞助 它的发电是让机构可以省电 再加上每1000度的绿电 它可以产出一张绿电凭证 我们去帮它寻找到一个企业 去购买绿电凭证 所以对圣嘉明来讲 它的每一度绿电除了省电之外 还可以有绿电凭证的一个收益进来 那其实我们在过程中也去说服 游税更多的地方政府 去把公有屋顶座更有价值的利用 所以像这个是我们找到 屏东的一个永久屋的基地 我们用这样的公有屋顶去做一个 将近100k瓦的太阳光电系统 那这个专业比较特别是由国泰金控去赞助 那这个赞助的金额是来自于 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大富翁小富婆的减重计划 所以员工减重1公斤 企业就捐100k瓦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这每一片太阳能板 都是由大家的燃烧卡路里转化出来的爱心 燃烧自己点亮社会的一个很有趣的行动 那去年我们也跟光宝科技发起一个 为太阳能而跑的活动 那为什么要为太阳能而跑 其实我们是一起去路跑捡烟地 因为烟地是海洋废弃物最大众 而且是有毒物质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你减一根烟地 企业就捐10块 所以我们募集到10万根烟地之后 光宝就捐100万 那这个金额还超过了 最后我们就把这样的资金来建制一个太阳光电系统 去帮助宜兰的一个老人养护中心 那就让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循环 并且把永续的价值透过绿能 可以去源源不绝的一个发展 那今年我们也会跟光宝科技区在部落 做出这样的一个部落能源自主的公益专案 那从2016到现在 其实我们在全台湾已经完成了10个 这样的一个公益专案 有7家7业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7000多位民众的小孩爱心捐款 那这个过程我们帮助了数千名的儿童老人 跟身心障碍伏地的患者 那这个过程我们也会去号召更多的 不管是政治界或是影剧圈的名人 去跟我们去共同响应 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那过程中我们也会带入更多能源交易的活动 带到我们去协助的这样的一个弱势团体 让他们得到一个赔利的资源 所以总结来说 阳王福德加在做的是 串联更多的一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去支持台湾的能源转型 而我们也回应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最重要的是第7项 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更好 更现代更永续的能源 那透过结合不同的资源跟帮助 我们也点亮了10项以上的一个SDG的项目 那去年阳王福德加也拿到台湾 第一张绿能受电业的执照 所以未来我们不只是可以让大家一起 跟着我们一起发绿电 我们还可以创造多元的参与模式 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发绿电 未来我们一起购买跟使用绿电 一起让台湾的能源跟社会发展都可以更好 谢谢各位 谢谢陈慧明博士 刚刚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想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绿能不再只是真的电力这件事情而已 他其实真的创造了很多更多的社会价值 他透过很棒的这些创新的社会模式 建立了这个县工作